这样,新增就是什么,就是set 显示的话就怎么样 把所有东西都get回来,然后跑回圈,还记得吧 跑回圈,反正他有几个全部跑回来,对不对 然后删除的话就是clear 这样就ok 然后总共有几个就点lex 对,然后他里面key取得他的那个什么,所以便是名称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们把那个上礼拜的那个 这个是资料库做的,我后来把它另存 所以你们第一阶,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另存新党成为一个 insert local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城市稍微做个修改,那要改哪些,我们逐步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 上礼拜第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建一个资料库 那你会发现了,建资料库 其实 如果比较跟那个local slot比起来的话,其实会难很多 也就是说呢,第一个 我们要先做什么,做宣告 这个资料库物件的动作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资料库物件的话,你后面 资料库就没办法去建立 所以第一步我宣告在哪里,宣告要痊愈 那位置的话,一定是在javascript下面 那再来的话 在什么时间去建立 其实基本上呢,建立资料库的时间就是在这里 当什么呢 这边有个小老鼠 后面function 其实中间有少了少写几个字 就是document.ready 当网页 被 应该算被创建的时候 其实就是 当这个网页 被载入的时候 而且载入完成之后 他做什么事情 去建立一个资料库 那建立资料库的方法在下面 在这里 有没有 db create 那里面做什么 建立资料库的东西 这上礼拜有讲过 那建立的大小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给他 两mega的最大空间 那另外的话呢,也建立一个table create table table名称叫做 table01 那总共会有 12两栏 一栏是id 一栏是username username 那 那你可以 这username可以改成